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加重 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发行人李卫华先生 在疫情期间开辟疫情日记专栏 让更多的观众了解疫情对世界经济 文化 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冲击影响 关注美日国际最新动态 成为第一线新闻资讯 下面来看美南国际电视特评 提名川普连任总统的共和党大会 今天将在北卡罗奈纳州 霞罗市揭幕 由于疫情原因 除了少数工作人员外 将以视讯方式进行 共和党大会主旨是向伟大的国民致敬 其中将有数十位共和党人士连番上阵 336位党代表将集中在霞罗市 唱名正式提名川普及彭斯 为共和党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 今天在大会上以视讯方式演说者 将由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史格 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及川普长子小川普等 川普总统及第一富人都将在白宫发表演说 民主党人指称是假公祭司 但川普仍然坚持己见 对许多平民百姓而言 共和党之大会及决策事关全国人民之福祉 不管大会如何造势 请多少人登台讲些感人之故事 未必可以解决我们面临之窘境 半年已经过去 新冠疫情持续扩散 死亡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许多企业已关门大吉 学生上课再度引起人传人 航空及旅馆业更是哀鸿变野 一蹶不振 我们看不出对拯救疫情制迫切心情 今天我们面临四大危机 首先是疫情猖獗如何尽快解决 种族歧视之巨大冲击 经济凋谢影响社会安定 尽快重启学校教育 国际外交政策之方向 民主共和两党之竞争白热化是指日可待 两党候选人必须对选民做明确交代 索性离大选日子已经不远了